人到中年 谁不是负重前行 陷于太多的责任与人情 倍感疲惫 巴尔扎克说 人生的大风浪中 我们应该学船长的样子 在狂风暴雨之下 把笨重的货物扔掉 以减轻船的重量 也许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压力 却可以为自己的身心减负 欲望减负 早些年时 陈道明曾接受杨岚的采访 当时的他 已有近三十年的从艺经历 却还只是专注于拍戏 通常到他这个阶段的演员 都有创作的想法 于是许多人都选择去当导演 当制片人 乃至身兼数职 所以杨岚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没有想过跟其他人一样 去尝试做做导演什么的 陈道明解释说 其实有很多人找过他当导演 但都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个性 不适合做导演 并且也不擅长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为了避免为难他人 也为难自己 他还是拒绝了诸多的诱惑 有一句话说 成长是做加法 成熟是做减法 一个人成功的关键 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而不是什么都做 白元松曾在一场演讲中提到 他在29岁时 就已经走上了人生的高峰 那时的他 不仅是大学教授 还是高级记者 2000年因为做悉尼奥运会的直播 迎来了诸多的掌声和赞美 那时的他 拥有太多的选择 可以做体育 可以做娱乐 还可以做其他媒体工作 但就在最风光得意时 他却做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决定 白元松宣布 停掉自己的节目 退出三份制片人工作 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研发一档新节目上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不再出镜的他 很快会被观众遗忘 但一年以后 他带着这档节目重磅回归 反而迎来了 事业的另一个高潮 谈起这件事时 他说自己今天的一切 其实都要感谢那个时候 做了减法 极简生活中 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真正宝贵 必要的东西 其实寥寥无几 英达达每一分 每一秒 都用在真正想做的事 和真正重要的事上 人到了三十多岁以后 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什么都想要 最终可能一事无成 与其在过多的欲望中 不断挣扎和纠结 不如学会 山凡旧简 做好真正想做的事 圈子减负 三毛曾在《送你一匹马》中写道 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 这使我少了负担和承担 我不多说无谓的闲眼 这使我觉得清唱 让自己的圈子简单 生活才能变简单 作家刘鱼曾在文章里提到一件事 有一次 他闲来无事时 决定清理自己手机里的联系人 他翻开自己的手机 一个个往下看 J Who is Jay 谁是 却想不起怎么认识的 只记得他老给我打电话 叫我出去玩 我总是委婉地拒绝 拒绝到他都不好意思在打了 山 啊 啊 那个辽宁女孩 在一个餐馆认识的 对人莫名其妙的热情 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总是计划着一起出去玩 却从来没有成行 这几个月便是彻底不打电话了 山 G 交友party上认识的一个美女 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竟然互相留了电话 却从来没有打过她的电话 而且那次party过后 再也没有见过 听说过她 山 就这样 她一口气伤了十多个人 蔡康永曾说过一句话 25岁以后 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要分给不值得的人 不必把多余的人 请进你有限的生命里 作家贾平娃 曾在敲门中写道 她曾经很爱交朋友 但凡有敲门声 她就去开门 甚至一边从书房跑出来 一边还高兴地喊着 来了来了 可是当她开门后却发现 这些人来看她 根本就不是为了建立友谊 而是别有目的 有的人请她去捧场 有的人请她画画 还有的人请她帮忙走后门 于是她只能没完没了地陪他们 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时间 后来她决定没有预约的 就坚决不开门 如此 她才得以专心地读书和写作 而不必受太多外界的叨扰 在年轻时 我们总想用更多的社交 来帮助和强大自己 等到成熟后才发现 多余的圈子不仅不会帮你排游解难 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 保持必要的冷淡和界限 才可能还自己一份亲近和自在 物质减负 18世纪法国 有一个哲学家叫狄德罗 有一次 他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中 帮了一个叫乔夫兰夫人的忙 对方为了表示感谢 就送给他一件华贵的新红色睡袍 当他穿着新睡袍 在书房里来回夺步时 突然感到周围的家具 不仅破就不堪 而且风格也不大 总之一句话 就是怎么也比配不上这件睡袍的档子 于是 狄德罗挨个换掉了家里老旧的家具 后来他如愿以偿 终于坐在了一个贵族气浓厚的书房里 可此时的他却感到很不舒服 因为这件睡袍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绑架了他 听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想要的越多 缺的东西就越多 有时多余的物质 只会让你陷入不见底的深渊和黑洞 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 曾参加了一个问答会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每天总是穿着同一件T恤 他澄清自己有许多件一样的灰色短袖T恤 然后解释说 我想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变得简单 不用为做太多决定而费神 即使是很小的决定 像是选择穿什么或是早餐吃什么这些小事 都会耗费精力 因为把生活变得更朴素 他才有了更多的心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梭罗曾说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 与他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 人到中年 也许我们有了一些财富和积蓄 越去挥霍 越会放纵自我 越能节制 越会成就自我 只有当你从膨胀的物欲中摆脱出来 才能把心思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上 有时比拥有什么 更重要的是 你为他人带来了什么 尽积德巨人中有一句话 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 什么都改变不了 中年以后 我们有太多的束缚和羁绊 此时的你 更要学会卸下身心的负累 不要让多余的人和事 扰乱你的脚步和心思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我们容易受到无关痛痒的人和事困扰 使原本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 其实 我们需要的只是专注与坚持 而非来自外界的干扰 当注定要有人离开时 就当作生命的重新准备 舍弃多余的包袱 我们前行的步伐也会更为轻盈与从容 免受外界干扰 我们也能安然止水 心无旁骛 让我们执着内心的声音 不为非主流的人士所动摇 继续安静而笃定地向前迈进 这样心灵才无愧 轻车减从 才能活得更自在从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